每天10分钟陪着孩子往前冲 嗨大家好我是刘威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国一生物第一次段考复习的故事 刘威老师整理了北中南各大学校的段考题的精华 上学期的段考可以分成科学方法 富士解剖显微镜生物圈组成层次细胞学说通透扩散以及尺度运用 其中今天这一集我们会提到的是生物圈组成层次以及尺度运用 时间宝贵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到生物圈吧 生物圈的考题有关生物圈的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为海平面上下共1万公尺的范围之内 这是错误的 我们之前在生物圈那一集影片里面提过 生物圈的厚度总是让出题老师爱不释手 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 A选项改成各1万公尺总计2万公尺就对了 B选项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 生物通常有着不同的外观构造跟习性 完全正确 所以答案选B C选项 生物圈的范围包含了陆地水域 但是不包括大气 请问 如果地球没有大气 我们怎么呼吸啊 所以C选项也拿掉 猪选项 生物圈内的环境都差不多 因此可以孕育出丰富的生命 明明就差很多啊 有海洋河口淡水 有沙漠草原跟森林 从淡水到咸水 从雨量超少到雨量超多 地球环境明明就差很多 所以不能选 下一题 原始大气中缺乏氧气 直到以进行核种作用为主的生物出现之后 大气中氧气才慢慢的增加 看到氧气应该马上联想到光合作用 所以答案选C 下一题 下列何者不是地球形成初级原始大气所具有的成分 口诀还记得吗 亲爱的晚安 所以答案选A 下一题 下列哪项叙述前者为生物 后者为非生物 生物的特征还记得吗 生长生殖感应代谢 口诀是生生感谢 好 现在来看一下A选项 土拨鼠吃草 生物吃生物 B选项海豹追企鹅 生物追生物 C选项蝴蝶 蝴蝶蝉缠鸞 生物缠小生物 所以答案选猪 妹妹玩水晶宝宝 水晶宝宝是一种化学物质 加水就会膨胀 所以猪选项是生物玩非生物 答案 下列哪一个不能表现出代谢生长感应跟繁殖等生命现象呢 这一题超简单的吧 刚才提过生长生殖感应代谢是生物 那么不能表现出生物特征的不就是非生物吗 所以答案选C 记得化石只是石头而已哦 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将会如何 和A选项还是听得到广播的声音 很抱歉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声音的传递需要靠空气当做介质 B选项陨石会减少 从小我们就知道大气层保护着我们 免于受到陨石的攻击 因为陨石在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燃烧陨石本身哦 所以如果没有大气层陨石将会变多 C选项生物还是能呼吸 不可能嘛 就跟你讲没有气体没有大气层了 你要的如何吸空气呢 所以答案选猪 生物圈的最后一题 如果没有太阳光的照射 下列关于地球的相关叙述 何则叫不会发生 A选项 前海没有生物 深海动物则不受影响 不可能啊 因为深海生物的植物来源 就是前海生物的残渣跟遗骸 前海生物已经消失了 深海生物也差不多拜拜了 所以答案就选 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组成层次的概念 下列有关人体的组成层次相关叙述 何者不正确 首先来复习一下 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 再讲更细一点 应该是相同的细胞形成组织 不同的组织形成器官 不同的器官形成器同 不同的系统形成个体 很明显可以看到 只有细胞层级才是相同的细胞形成组织 其他都是不同不同不同哦 而且刚刚这样的组成层次 是针对动物所特有的 植物因为器官比较简单比较少 所以没有系统这个层次 植物直接就是细胞组织器官个体 好复习完毕 来看一下A选项 胃为器官包含了皮膜组织跟肌肉组织 胃是器官没有错 两个不同组织形成器官也没有错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 血液心脏肝脏肺脏肾脏肾脏 皆属于器官的层次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哦 血液不是器官 再说一次 血液不是器官 血液只是组织的层次而已哦 所以答案选B 提醒你 血液是组织的层级 这个概念 断考提醒 非常非常爱入题 你绝对绝对要记熟 下列草里虫跟心悦草的比较合者正确 首先这两个生物都是单细胞 所以A选项不能选 B选项一个心悦草不能表现出所有的生命现象 不对哦 心悦草已经确定是生物了 你就不能说它是单细胞生物 所以说没有办法表现出所有的生命现象啊 这样子心悦草会难过的 所以B选项也拿掉 C选项草里虫跟心悦草皆有代谢作用 嗯 所有的生物都有生长生殖感应代谢的功能 所以答案选C 初选项草里虫跟心悦草皆需要细胞分工合作才能表现出完整的生命现象 嗯 这好像颠倒了吧 单细胞生物是一个细胞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多细胞生物则是一个细胞只能做一件事情 需要不同的细胞分工合作才可以活下去 下一题 有关植物组成层次的叙述 何则不正确 先来复习一下植物总共只有六种器官 根精叶属于营养器官 花果实种植属于生殖器官 好 回到选项A 种植跟果实属于器官 没错吗 因为种植跟果实属于生殖器官 B选项 叶片中的表皮细胞跟保卫细胞 等等构成的表皮组织 这也是正确的 C选项 叶子属于营养器官 花则属于生殖器官 完全正确 所以答案选 猪 根精叶联合形成器官系统 不行 因为植物因为器官的种类太少 所以无法形成系统的层次 这个一定要一定要记守 下一题 香吉士说我可以用口腔来搅碎植物的生殖器官 苹果 请问一下香吉士这句话 对不对 再复习一次 花果实种植属于生殖器官 所以香吉士的说法是 YES 是对的 所以答案选C 下一题 下列合者构造组成最为复杂 最为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每个选项的层次 A选项 精子是精细胞 B选项鸵鸟蛋是软细胞 而且我们通常说鸵鸟蛋是最大的细胞 C选项 台湾黑熊是动物的个体层次 猪选项榕树是植物的个体层次 因为题目要我们选的是最为复杂 所以动物跟植物比起来 当然是动物比较复杂 所以答案选C 下一题 下列合者不属于组织的层次 A选项猪肉片 肌肉组织 B选项血液 结地组织 C选项叶脉 疏导组织 所以ABC三个都是组织组织组织 我们都不能选 所以答案就只能选 主 下一题 小明在野外采集的水鼻仔标本 他观察了保卫细胞 叶的表皮 花跟胎生苗 请依序排出这个正确的植物的组成层次 这个题目应该不困难吧 保卫细胞是细胞的层次 叶子的表皮是组织的层次 花式生殖器官的层次 最后胎生苗虽然看起来小小的 可是等它长大之后就变成水鼻仔了 所以胎生苗我把它视为个体 所以答案选 主 接下来来进入到尺度运用的概念 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悬浮微粒 称之为细旋维伏力PM2.5 积聚在微细的支气管跟肺中 并且不容易排出 所以对健康有非常不良的影响 请问何者最有可能比PM2.5还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度的尺度运用 1公尺等于1米等于1M 0.001公尺等于10-3次方M等于1毫米 0.0001米等于10-6次方M等于1微米 0.0000001米等于10-9次方M等于1奈米 0.001米等于10-8次方M等于1I 通常用在原子直径化学键或者是可见光的波长 0.001米等于10-8次方M等于1I 好回到A选项 草里虫大概是0.1毫米等于100微米 B选项病毒约为100奈米等于0.1微米 C选项口腔皮膜细胞等于10微米 输选项保卫细胞为10微米 而题目要的是PM2.5就是2.5微米 请问ABC出四个选项哪一个比2.5微米还小啊 答案就是选B病毒 这边有一点像数学 你要多学一个尺度运用单位 唯一的方法就只能多看多练习哦 下一题 1公里等于1奈米 不要紧张真的不要紧张 单纯就是长度换算而已 1公里等于1000公尺 1公尺又等于10的9次方奈米 2个数字相乘 就会得到1公里相当于10的12次方奈米 所以答案就选猪 下一题 如果要描述地球的大小 何者是最适当的单位 其实四个选项都可以描述地球大小 但是题目要的是最适当 什么叫最适当 就是科学记号不能太多 所以答案就只能选B 地球的圆周长大概约有4万公里 用公里km来描述地球大小 是比较适当的 最后题 如果要描述一般的细胞大小 何者会是最适当的单位 首先请你把视线移动到画面的上方 有没有看到闪烁的火腔屏膜细胞 跟保卫细胞的长度啊 就是10UM 所以比较适当描述 一般细胞大小就是UM 所以答案就选C 到现在为止 我们复习的生物圈组成层次 指度运用等三个在各校最常见的 段考题型 柳威老师也已经把每个题目 每个选项该有的知识一并补充给你的哦 务必把柳威老师的段考复习影片熟练到不行 加油 最后赶快订阅柳威老师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以及分享 柳威老师会在每次上课的时候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理解的概念传送给你 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 拿到最高的分数了 拜拜 好 麻烦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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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